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莉 今天呢 是我第一支影片 所以我想要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人呢 在法國北部的一個小村莊 大致上的地理位置呢 是在比利時以及法國的交界處 開車呢 只要15分鐘 15分鐘就可以到比利時囉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為什麼我會在法國呢 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三年前澳洲打工度假的時候 遇到了我現在的男朋友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生活的三年結束了之後 然後現在就搬回到法國啦 這個頻道呢 主要是我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以及旅遊啊 跟我現在自學法文的一些經歷 雖然我們在一起三年多 主要的溝通是以英文為主 我在之前呢 也有請他教我法文 但是他的耐心跟我的法文程度是一個水平 就是零 在澳洲的時候啊 我有去上過課 然後現在在這我主要是以自學為主 自學的話我就是從網路上找啊 像有YouTube跟那個廣播 然後我之前有買的一些像課本 這一本 這一本就是非常基礎 然後他是給七歲 七歲的小朋友用的 上面就有寫 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本呢 是這一本 這本是我男朋友他媽媽送給我的 這一本是他們 法國人要交給那些外來的移民者 他就有一些像基礎的發音啊 像這個 都我覺得蠻好的 之後我可以再慢慢的分享我 學法文的一些技巧 讓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Cay Party 而今天的主題呢 是我們去了馬爾他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馬爾他在哪裡 就連我自己也是 第一次聽到馬爾他這個國家的時候 是我人還在澳洲 在澳洲的時候我是有sharehouse的 所以就會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 住在一起 我當中有認識一對法國的情侶 有一天我下班的時候 那女生就非常非常的興奮的 跑過來跟我說 他找到了一份 他的夢想的工作 但是在馬爾他 我聽到馬爾他的時候 我還想說 這是哪裡啊 但是事後查了一下我才知道是 地中海的一個小島 而他最有名的地方是 他是權力遊戲拍攝景點之一喔 而不只是權力遊戲 其實他還有許多的像電視啊電影都有在這裡拍攝過 其實還蠻推薦來這邊看看的 他的面積啊 只有316平方公里 所以其實比台北還要大一點點而已 非常的小 主要的官方語言是 英文啊還有馬爾他語 還有義大利文 因為他蠻靠近 義大利西西里島的 而且他更有地中海心臟 還有歐洲後花園的稱號 聽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馬爾他的氣溫呢 其實一年世紀都還蠻舒服的 但是早晚就跟歐洲其他國家一樣 溫差還蠻大的 我這一次去啊是夏天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熱 早上的溫度呢可以高到40度 40度欸 非常的高 超熱 但他這裡的熱不像是台灣那樣子 呃濕熱或者是很悶啊 會很不舒服 然後我記得我們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呃搭計程車好像外面顯示是46度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 你如果在外面太陽底下這樣曬的話 其實很容易中暑 所以你夏天如果來這裡的話 記得要撥喝水跟做好防曬 像是雨傘跟防曬品都不能忘記 絕對不能忘記 還有這邊的水你不能直接喝它 你不能打開水龍頭喔 就喝喔 這邊的水你一定要去買礦泉水 才能飲用 它跟其他國家 其他歐洲國家是不一樣的 如果本身比較喜歡走那種古蹟啊 或者是看風景的話 建議是春天或者是秋天來 第一點是 夏天的話 這邊很多歐洲的遊客 非常多人 到處都是人 然後第二點是 很熱 你會有點不想要待在外面 你會只想要待在冷氣房啊 或者是 待在海裡面 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因為這次來啊 主要是拜訪朋友 然後是一群外國人 所以他們都非常的愛曬太陽 所以我們幾乎 每一天都在海邊 我們來了八天 八天都在海邊 所以我現在曬得非常非常的黑 這應該是我 在澳洲時期第二黑的時候吧 啊對了 馬爾他的海邊啊 他不是沙灘喔 他是石頭居多 椒鹽或者是石頭 所以你要走下去的時候 會有點像在走天堂路 建議到這的時候 可以到那種紀念品的商店 他們都會有賣像挖鞋 但他不是挖鞋 他是塑膠鞋 然後還有一種挖鏡 都可以在這邊買 然後就在到海邊去使用 我覺得這是必買的 必備之物 而我們這一次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是公車 每一趟為兩歐元 然後你買車票的時候 記得不要把車票丟掉喔 因為他每一張車票都時效 會有兩個小時 你可以無限次數的轉 我覺得公車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他就有一個唯一的缺點 就是通常短短二十分鐘的車程 他會延長到一個小時 或者是無上限 所以你沒有時間的朋友啊 你可以建議到這邊是搭計程車 但是你不要搭他這邊的白色計程車喔 白色計程車的收費是Double的 他是專門賺觀光客的錢 他們在這邊主要叫進程車 是跟台灣一樣有Uber啊 但是這邊不叫Uber 這邊叫Bolt B-O-L-T 收費的話 大約就是比台灣還貴一點 十分鐘的車程是10歐元 車合台幣的話是350塊 可能貴一點點 但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 沒有時間的人可以試試看 沒有時間的人可以試試看 60W 你喜歡